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凯尔特人,也加入了杜兰特的争夺战中,那些年相杀的时刻,现在绿军,是想相爱了吗?乌鲁片逢连夜雨,用在如今的塞克斯顿身上,暂时何不过?近日,据克里夫兰老师人报记者Chris Fettel报道,骑士已经为塞克斯顿,提供了一份,他们认为合理的合同。结合今年自由市场的情况,该合同年限,不会超过三年,总额,不会超过四千万。 至于骑士,为何给出这样的报价,原因在于,他们并不想交出耻税。目前,骑士距离说耻税线,还差一千三百万美元,因此,骑士希望塞克斯顿,能够接受这份军心,在一千三百万左右的合同。这份合同,对于塞克斯顿来说,自然是无法接受的。塞克斯顿方面,想要的是一份年薪两千万左右的长约,毕竟,塞克斯顿的经纪人,是大名鼎鼎的里极保罗。但目前看来,塞克斯顿的行情很一般。 消息连世透露,骑士队,对于赢回塞克斯顿,非常有信心,因为后者这个休赛期,并没有得到太多球队的关注。 甚至,一位对手球队的高管,在谈到塞克斯顿时表示,塞克斯顿,没有市场。 目前,还存在一种情况,即塞克斯顿,和骑士队,签下一份一年合同,然后,到明年夏天,成为完全自由球员,利用下赛季的出色表现,给自己争取在明年,得到一份更大的合同。 但无论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